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旺 基德罗已经击败四方大妈 当年的11位超英星如今开始撼动世界格局 而他们中除了索隆和陆飞 几乎每个人的名字都来自历史人物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他们的名字原型 以及背后的故事 首先是波尼 他名字原型啊 就叫安妮波尼 可是历史上很出名的女海盗非常的传奇 他出身呢也比较特别 是他的律师爹和家里的女仆人生的 那这种排列组合呀 想也不用想 波尼的姿色那是相当的出众 尤其是一头红发 但是他的脾气非常的暴躁 在年底13岁的时候啊 面对一些追求者啊 就曾挥舞力剑啊 刺得快刺得很 所以呀 后来很多人看到他心里都会默念一句 借娘妈可不像好人呢 而每次惹事后 都是他的律师老爹来擦屁股 后来长大了点 他遇到了一位短暂当过海盗的水手詹姆大郎 两人一合计 咱俩结婚 给你爹的房产偏过来 波尼一想 中午 但是他的老爹是律师啊 所以闹着闹着啊 不管房子没骗来 妇女关系还断绝了 那波尼又一想啊 既然失了鞋呀 干脆洗个澡 就和他的丈夫 詹姆大郎搬到了巴哈玛的新普罗维登斯岛 这个登斯岛啊 可是个海盗聚集地 詹姆大郎呢 就给其中一位黑白两道都沾的大海盗当炮腿小弟 后来又通过这层关系 让自己这个由海盗经历的水手摇身一变 成为了当地的公园 虽然表面风光 但谁成想啊 后院起火了 就在这段期间 他媳妇波尼认识了一位海盗船长 債克 二人时不时就一起出海玩一圈 可以想象呢 二人看着大海上的夕阳 債克呢 就是要吟诗一首 天为罗盖地为坦 安妮波尼伴我眠 总之吧 这样一来二去 三心四象的波尼呢 就被15喝6的杰克搞得七婚八素 可是他俩一个是有夫之父 一个是恶贯满盈的海盗 这段情感 他始终是见不得光啊 那正愁没有着呢 天上掉下个粘斗包 英国国王宣布赦免登塞岛上的海盗罪行 那杰克马上就公布了他和波尼的关系 这下呀 压力就来到了波尼老公詹姆大郎这边 他先是希望波尼啊 留下来吧 留在我身边吧 但是波尼的心呢 早就飞走了 于是詹姆大郎软的不行啊 来硬的说 与人私通的女人会受鞭刑的 好家伙啊 这么一说呢 债克船长就坐不住了 又说哎呀 这大姑娘 那有事好商量啊 这样你媳妇多少钱 花多少钱我给啊 这么大郎一笑心想啊 握不住的杀 干脆扬了他 还能有钱花死根 握出两千 两千五三千 三千五四千 五千成交 来给杰克船长包上 话音还没落呀 一阵侧耳的声音就传来 包你们呀 我安尼波尼不要面子吗 我他妈是商品吗 还喊完四千 直接喊五千 你这两个老爷们 办事还不如这老娘吗 来吧 边刑就关事了 那看着情人将要受刑啊 杰克船长啊 哪能忍心呢 于是小脑袋刮一转就想啊 五六啊 输毒兵法 阴在阳之内 不在阳之队 咱灯色岛上的海盗还都被英国国王赦免了呀 那如果在海盗名单上加个名字 安尼波尼 他与人私通的罪不就是以海盗身份犯的罪吗 他不就野兽赦免被保护了吗 不得不说啊 杰克船长呢 真是个小鸡灵鬼 而波尼也因此呢 没受刑罚直接出狱 然后你想象着 哎 那安尼和杰克就应该过上没羞没骚的二人幸福生活了吧 嗨 杰克的幸福 你想象不到 其实在杰克船上啊 还有另一个女海盗 玛丽啊 而且玛丽和波尼关系啊 也很好 好家伙 这是三个人呢 自此过上了幸福的海盗船长 黑羞黑羞的日子 我很费气啊 这个事情 而他们仨呢 也是复仇者号海贼团的核心成员 两个女海盗非常的能看 受到了同行的尊敬 一时声名远播 可是啊 这个鲁迅说 我人怕著名 主怕壮 海贼猎人 乔纳斯顶上了他们 趁着他们开宴会时 一个个喝的不想人事了 哎 不费出一辉之力 一锅端了 据说啊 当时只有波尼和玛丽没喝酒 两人呢 还吃到抵抗 但他俩呀 根本不是一群害的猎人的对手 那被押回监狱后啊 本应该全员执行死刑 但是 波尼和玛丽 暂时逃过了死刑审判 因为呀 俩人都怀有身孕 哎 没错 俩人都怀有身孕 之后呢 船长寨可不出意外 被判死刑 玛丽因生病 在狱中死去 而波尼呢 嘿 我上面有人 对呀 他有个好爹呀 他有个律师好爹呀 一顿输人花钱 花钱熟人给他捞了出来 还生下了债克的孩子 这么丰富的经历过后 波尼多大年龄了呢 才二十出头 想想咱二十出头啊 看视频还忘了点赞呢 后来呀 被捞出来的波尼呢 又神奇的在当地结了婚 丈夫还是当地富商的儿子 哎 还加入豪门了 所以呀 上头有人呐冒个险 当海贼 那就是海贼过家家 上头没人呐 你去当个海贼呀 只是喝醉了酒 却连命都搭上了 再之后 波尼一直活到了82岁 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 安详地度过了晚年 最后最重要的是啊 据说波尼玛丽 这两个女海道 在太平洋上 留下来了很多宝藏财宝 如果看过这个 柯南剧场版 甘毕之关 也能发现这个故事 如果大家还想听 原型故事中 霍金斯和德雷克的 爱恨情仇 贝基的毒辣罗的凶残啊 还请关注加点赞 只要点赞过万 马上更新 好了 刷完海贼团 只等你上传 我先去刷把子 我们下期见 过得把 拜拜 拜拜